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本次更新 今天都快到双十一的尾声了 今年的拍摄是越来越少了 直播是越来越多了 去年我就发现越来越多的甲方会在自己的办公楼的一个环境里面 来搭建自己的一个品牌直播间 来进行一些运营或者是卖货 现在相比每次都要找外面的直播团队来直播的话 费用会大大的缩减 然后它的直播的频次又会非常的高 越来越多的客户慢慢的摒弃了手机 而使用更加专业的微单或者是摄影机 来进行直播带货 其实直播画质来说的话 不管是景深或者是构图的一个选择 微单和摄影机肯定是要比手机直播好上不少 这个时候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款 我最近碰到的一款设备 它是Insta最近出的一款直播三周云台的一个设备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款直播设备的整体的一个大小 其实用微单直播的朋友应该知道 微单的最高画质其实在直播里面 是没有办法在平台里面完美体现 而Insta这款设备 如果你不看设备本身的外观 可以说可以做到一般我们直播团队 如果关于摄影机的功能这款参数来说的话 它可以做到90% 第一个就是体积 这个体积实在是非常的像 在这个体质之下呢 依然给到了最高画质4K 可以下变换成1080进行直播退流 直播的解析力方面来说还是非常够的 但首先你得上灯光 因为受限于本身体积的原因 它没有办法塞入像微单这么大的一个全画幅 或者是半画幅的感光元件 所以说对于一些比较暗的一些场景来说的话 可见的噪点还是容易出现 然后呢就是这个三轴云台 加上了一个快速的横竖切换的功能设计 其实极大方便了 有竖构图直播的需求 同时有横拍竖构图去推送的这样的直播 也可以快速的去调整 它的横竖构图的一个切换 当我们调到竖构图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会要去进行一个调频 去对准那个水平的一个操作 那有了自动调频之后呢 传统的运营或者是一个助理 都可以直接去上手操作 那无需去进行一个复杂的一个调频的操作 非常多的甲方参加了参展 Insta这个设备呢 对于进播会来说这一块 我还是觉得非常有优势的 那原因之一就在于 首先今年的进播会呢 它的网络是比较OK的 无线的WiFi配合笔记本电脑 那直接去插一个这样的设备 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夹具 把它给夹在我们的笔记本电脑上 或者是我们可以使用它底部的这个8分3的螺丝 可以通过怪手或者是运态的转接 可以放在背包上 或者是任何一个电脑的位置 把电脑举起来进行一个展会的直播 也可以直接把它放在我们的展厅里面 进行一个全景的直播 这个我觉得在设备层面 或者是说当我的团队 专业设备进不来的时候 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可用 且比手机直播要更加清楚 更加专业的这样一个选项 三种云台在走动的时候呢 可以有效地解决 人在走动的时候的一些抖动的问题 软件内呢 其实是支持人脸识别跟随的 绝对播的时候 其实不需要有专业时尚参与 也一样可以像我们专业稳定器一样 控制得非常好 加上它的自动跟随人脸的功能 我们可以在任何的角度下 可以不需要去怎么样去操控相机 而我们只需要端着电脑 或者是拿一个手持三角架 就可以非常轻松地完成 我们直播的跟随 这是一般的集成式桌面的摄像头 一个通病 就是在动态范围上面 它会变得非常的低 那导致在自拍的时候呢 脸上如果像我今天这样的光的话 脸上就会亮一块 然后暗一块 对比度显得非常的高 然后额头也非常容易曝光 看起来就像是iPhone的前置的摄像头 Insta这款直播设备 其实可以开启1080p25帧以下的HDR 实时采用到电脑的这样的功能 相比于传统的709的一个画质呢 高动态范围带来的主要的区别 在于高光的过度和细节 展会期间呢 其实非常多的地方呢 是用射灯打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光线 从亮到暗呢 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 开启这个功能后呢 它整体的观感是非常柔和的 原本看不见的一些高光细节呢 会变得看得见 白平衡呢 可以去手动去调整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 可以去手动调节 又比较舒服的一个画面 当然了 需要极致的锐度的时候 你也可以开启4K这个选项 但是这个时候呢 HDR会被迫关闭 那画面的锐度则会大大增加 当然画质的保证呢 曝光的准确和统一才是最重要的 这款设备呢 它还提供了手动曝光的功能 那这就大大的增加了和其他竞品的一个竞争力 因为传统的一些直播的手机也好 或者是一些一体化的相机的机身摄像头也好 那他们其实一般都不允许你手动去控制曝光的画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控制相机的快门和ISO 比如说我有个动态模糊我要跟随的画面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快门设置的稍微快一点 那如果说你需要的是一个晶光亮 那你可以把ISO压得低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打一个什么样的灯 可以稳定住这个ISO 当我们ISO是到100的时候 其实我测试过 一般来说一个100瓦的灯光 就可以压住这个整体的光效 排一个半身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如果碰到一些会出现平闪的一些情况呢 软件内部也会提供消除平闪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有手动和自动两个档位可以选 可以有效的去避免一些背景灯光出现的一些强烈的闪烁 那其实开始我呢 我还以为这个造型和其他厂商的运动相机是一样啊 就是有一个固定的焦点 直到我用了之后啊 才发现当我进行一个直播的对焦 或者是做播的时候 给大家看一个产品的时候 我发现这款售备它是可以对焦的 而且对焦的速度非常快 这个对焦速度其实是下位对焦 比松下其实要好太多 除了对焦 Instagram还提供了一个白板的一个模式 顾名思义就是说如果碰到一些上网课的老师 或者是一些通过一些白板 给大家去讲学习的一些直播间呢 我们可以通过随机附送呢 四个90度的一个配件 然后把一个白板给框起来 那这个时候呢 在软件里面内部呢 Instagram会自动识别这块白板 并且对其进行加瑞 这个时候它不会对白板以外的人物进行额外的加瑞 人物看起来是相对于自然 白板会非常的清楚 开机软件的前期下呢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用手语 就可以给它比一个手势 我们就可以来控制整个相机的一个推和拉 或者是一个人物的一个跟踪 相机除了自动跟踪以外呢 其实也支持手动的一个打点 可以提前的去设置兴趣点 其实在直播的时候还是比较好用的 特别是你在直播的期间 你的台面上有一个产品 然后你需要往返产品和人物之间的时候 可以使用手动兴趣点来去切换这两个机位 如果你是画画的直播 又或者是一些自习的直播下 它有功能非常好用 叫扶养模式 在扶养模式下有一个功能叫做自度矫正 那传统的拍摄方式呢 其实我们在OBS里面 如果我们碰到同样的这样有俯拍的需求的话 我们拿到的画面是有变形的 而Insta360呢 其实把这一套算法直接合成在了软件内部 当我们需要去在桌面去展示一些画画 或者是一些展示一些学习成果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把它放在我们的纸张前方就可以了 那软件内部呢 会自动的进行矫正和翻转 那观众是可以直接看到一个正面的一个画面的 其实这个原理呢 就和我在正在使用的这个提词系一样 那虽然在iPad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画面 但是在我的正面 其实跟观众一样 我们看到其实就是一个已经经历过 变形和拉伸垂直的一个正常的画面 那然后呢就提醒大家一点 那使用这块软件呢 去配合抖音和淘宝的一些自带美颜那些功能的话 有的时候会事半功倍 那到这里呢 这是我觉得这款那Insta直播的硬件 所以我觉得好一个功能 接下来我们还说一下缺点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最后说的 俯视的一个功能 平面的东西是非常好用的 但是呢因为受限于它有拉伸变形的一个后期操作 所以当我们在现场 比如说有一个比较高的盒子进来的时候 那它的拉伸变形会变得非常的奇怪 那它只能接受在平面的这个位置 所以说如果你有比较高的东西的出现的时候 你最好提前去调试Insta的一个高度来适配 不同情况下你需要的一个抚养的一个需求 第二个呢就是HDR模式下 目前是不支持手动调整曝光的 那虽然在开启4K或者是1080 非HDR下我们可以手动的去控制 我们这款设备的曝光 但是HDR下是不行的 连加减EV目前也不行 所以我特别希望在HDR模式下 能够加入手动控制的功能 可以让这台设备 在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动态范围下 还可以进行手动调整 然后呢就是这款设备 虽然有着不错的传感器尺寸 但是如果说要跟专业的位单 要拉近一个区别的话 要让客户看不出 好像是没什么区别的话 那其实你需要一个比较充足的光源 那实测呢最好在现场 如果说你是拍半身的话 我希望大家可以使用200瓦或者以上的光源 来进行直播的拍摄 来保证我们整体画面的一个纯净度 那使用它还是需要足够的灯光的 其实对于一个微单直播来说 一个人是非常劳累的 这台设备它是没有那么高的设备门槛 所以我觉得在如果你不喜欢 这么笨重的搭配条件下 那这款是我目前碰到的 小型化直播可控参数的相机里面 应该算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择了 好了不知道大家对这款相机 或者是这款直播的mini相机 有多少的想法 那总之呢我觉得它解决了部分的一些用户的需求 同时我觉得这一款相机 它确实有的时候呢 不应该被主要作为纯直播来做 那特别是如果说我在下面加个手柄 它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移动拍摄设备 或者又可以变成Vlog需求的 我希望后面360公司能考虑把它做成更加多元化一点 可能可以切换直播或者可以切换拍摄 包括我把它转过来通过吸盘 我可不可以就拍摄一些小型车拍的需求 我在车里面也可以去录一些视频 其实它的用法呢远不止需要插在电脑上 这样去使用来的有局限 那我希望后期三流言公司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生态的拓展 那可以让它可以走进更多的一个拍摄里面 好了本视频就到这边 那双十一差不多已经盲环了 后面呢会有更多的视频跟大家见面 那我是Gin 那我们下次再见